NBA常规赛的比赛继续展开争夺 在雷霆vs猛龙的这场较量之中 雷霆队在课场展现出了极强的战术素养 并且最终完成了逆转取胜的好戏 谢伊吉尔杰斯亚历山大无疑成为了本场比赛的MVP 在球队逆风的情况之下 亚历山大依旧能够保持自己的手感 在得到26分的同时 还为队友送出了9个助攻 最终帮助雷霆队以110比109逆转翻盘取胜 在全场比赛结束之后 发挥出色的亚历山大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并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将这场胜利视作视权队的功劳 1998年出生的亚历山大今年才仅仅只有23岁 而现在的他 俨然已经成为了雷霆阵中的头号球星 有趣的是 亚历山大曾经因为伤病的原因 缺席了球队不久前对阵辉雄的比赛 然而在那场比赛之中 雷霆队却遭遇了单场竞赴73分的惨案 近日 据CLUTCHPOINTS的记者戴维·厄尔利报道 76人队正在和雷霆队协商一笔交易 准备用一场比赛为打敌本西蒙斯作为交易主体 换来雷霆队的头号球星 谢伊吉尔杰斯·亚历山大 不过厄尔利同时还表示 由于双方的薪资差距过大 因此76人队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球队来介入到这笔交易之中 以匹配西蒙斯3159万的薪资 目前 双方只是停留在初步接下的阶段 并没有深入探讨 不知 看到亚历山大今晚的表现之后 雷霆还会不会考虑 用这位23岁的天才双能位去交易本西蒙斯 本西蒙斯和76人队已经兵临了水火不容的态势 据SHAMS报道声称 倘若未来有一天 西蒙斯继续披上76人队的战袍出场比赛 他会认为这是一件新鲜事 换而言之 无论是SHAMS还是WOJ 他们都认为西蒙斯的离队几乎已成定局 可是76人队的管理层 目前并不急于送走西蒙斯 他们可以一边对西蒙斯罚款 一边去和其他球队探讨着交易的可行性 在76人高管的心中 他们还想用这位昔日詹姆斯的接班人 去钓一条更大的鱼 相比于本西蒙斯而言 亚历山大的合同也同样非常惊人 在今年8月 雷霆队刚刚宣布 用5年价值1.72亿的超级顶星 续约了这位23岁的潜力之星 本赛季 亚历山大的整体命中率 虽然略有下滑 不过作为球队头号球星的他 依旧可以交出一份场军21.2分5.1个篮板 以及4.5次助攻的达卷 虽然在防守端 亚历山大的对抗能力 没有办法和坚硕的本西蒙斯相提并论 不过在进攻端 进攻手段极为丰富的亚历山大 也同样是本西蒙斯难以僭约的 您觉得 雷霆这一次会不会再做嫁衣 送给76人一份厚礼呢